烤得金黄亮眼的小凤梨酥 除了造型很独特之外 外皮摆脱了传统的重油重甜 真的是让人吃得很欢喜 吃得又安心 喜爱做点心的林丽华 因为食安问题的严重 特别重视材料的品质 不惜成本 只希望能够让大家 吃到天然无负担的甜点 这也是她最大的动力与骄傲 现在新宿派健康跟我来 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一位 她最喜欢做自然健康甜点的 林丽华时姐 师姐 你好 你好 艾珍姐好 全球大爱观众 大家好 不只是对全球观众说大家好 你两个女儿都住在国外 她们是住哪里 美国 所以说咯 她们只能在国外看你的节目咯 你可以跟你们两个女儿说哈喽咯 哈喽 婉容佩玄好 你看 婉容佩玄就会在电视机前面 让她妈妈叫我的名字了 好 妈妈做甜点呢 也是因为她们的关系 才会学习到了甜点 然后你又把它运用在你最喜欢的 那种自然的食材 对不对 那请问今天呢是融合了我们台湾 在地的主要的食材 对不对 对 好 叫做什么 叫望来小甜点 你看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漂亮 我感觉自己人一样 你也是笑得很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 望来小甜点 对不对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望来小甜点材料有 低筋面粉600克 土凤梨酱400克 鲜奶油200克 全蛋两颗 细糖粉100克 盐少许 好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 这个妈妈做甜点 要先用哪一个 奶油 奶油 好 怎么做 大钢盆 是是是 好 这个 你看 这个奶油就是很天然的奶油 对 对不对 对 千万不可以用现在 人家不是都用那反式脂肪 对 人造奶油 又称植物性奶油 对 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 好 然后呢就来 慢慢地给它打 先把打油稍微打 均衡就可以了 好香喔 天然的就是 所以跟大家讲喔 真正天然的奶油 它不但有那种 清淡的奶香味 而且还带也有点灰灰的酸酸的味道 好 我们那个糖喔 不能一次加 你要就是慢慢 所以要用细糖粉 对 那比例也是一样 对不对 对 当糖粉跟奶油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其实也慢慢会变得 比较浓稠了 对 对 如果是一次加的话 它有时候也会失败 点心 还是有它要细心的地方 你知道吗 天然奶油 很棒 跟现在反式脂肪的奶油 不同的地方 你这个吃下去的嘴巴 它是清爽的 很自然融化之后 就感觉像水一样 对 很自然的香味 很自然的香味 而且口感不会感觉油油 对 很多都是食物不好 各种的油 像比如说 就是比较足以便宜的油 蔬菜油把它清化 变成固体再加香料 最初是很多吃素的人 要给他们吃植物性奶油 就后来 因为它成本实在很低 所以就变成各个的烘焙业者 他们也会采用 因为它那个降低成本 对 好 再把它和均匀 和均匀 和均匀 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蛋 也是要一颗一颗加 现在我们要一颗一颗的加 我要用一个汤匙 汤匙给你 好 我们先加一颗 只要蛋黄吗 蛋黄的蛋白都可以的 我都是尽量 对 所以我说我是 我做的甜点是健康 但它不一定是好吃 但是它吃起来 好客气 我不一定好吃 一定很好吃 因为有名的 好 但是它就是 完全使用的 对 对 好 就是不浪费食材 我都会 我都会把那个食材都用进去 像我都会比较讲究 蛮好的食材 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甜点 你没有加像别人加一些不该加的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加的 靠蛋 对 它才会有一点酥酥的 为什么你要分两次 是要看它的食物吗 因为它那个 对 它那个水 它那个蛋就是 油也有水分 对 你跟油的话 你不能一次 它没有办法融合 这样子 对 分开来 它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像你因为到国外 到美国去女儿家住 对 所以会看到那边 当地的妈妈们 会教 几乎都是自己做点心的 他们那个小朋友也超厉害 听说他们小朋友很厉害 他们连小朋友都会做 对 因为我的小孩 会认识很多那个 美国的家庭 然后他们那个小朋友 都很厉害 我就想 这甜点其实是满简单的 对啊 连小朋友都会 对 但是我自己把它研究 怎么研究 就是 以健康为主 其实他们家庭用 自己家庭做的这些 烘焙的点心啊 饼干啊什么 其实也没有添加 那有的没的嘛 它会...至少他们会加那个 泡打粉啊 小苏打粉啊 那个鸡粉啊 那它会... 对... 所以你不加喔 我都不加的 我甚至你把我们那个... 鸡骨粉啊 杏仁那个... 山药... 山药薏仁粉什么的 对...我都... 我都可以都不... 把它加进去 但是你把那个... 蓬松剂小苏打拿掉 我都不会去加那些 好看喔 对... 好... 这样子才是比较健康的对方 因为它没有加那些... 泡打粉什么 它就是要靠... 靠打... 打发 打筋... 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就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啊 没有泡打粉 也是可以... 古早的时候也没黑啊 对吧 天药口感比较好 但是比较硬 就是比较香 对啊 我喜欢吃那种啊 对啊 我记得以前也没有那些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面粉 我会把它再过筛过 把它筛过 这个妈妈就常做 所以她就必须有这些玩具 对... 所以你是在美国 看着他们做 你就在旁边边看边学了 对... 那因为小孩后来他也喜欢啊 我的小孩也满喜欢啊 他后来他自己还比我厉害 现在 又还会做 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出现一个问题 根本就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材料 对 重点是这样 要过的话买都买得到 都很方便 台湾是很好买 各式各样的典型 所以真的还是... 除非是很好的店家 不然都自己做 加一半 好 先加一半 然后是这个不要一次加 跟刚刚的蛋一样 是要分开来加 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用刮刀来刮 对... 那我会先一半这样把它在这边 他不能去搓它 揉它 那面粉起筋吗 对 我们现在是放在桌上 对 好 那你在家里面 你会有一个空间 是专门可以揉面做点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台子吗 有... 你是特别把厨房都改成那样 平常也可以跟很多人结缘 像我过年过节 我也会跟慧眼 我们的吃鸡 还有亲朋好友 好... 那都自己亲手做的 吃起来比较安心 像我有... 你现在做习惯也觉得很快 对... 像这儿我们就看你怎么样来和这个面 好...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就是做起来就是凤梨酥的皮 对... 就这样子把它慢慢的... 对... 它要用压的 它不能够用揉的 不行... 像我都会把这个粉再挪一些 多出来的 慢慢夹 因为面粉有的有湿度也不同 对 那个环境气候不一样 湿度不一样 对 它的每个品牌的湿度也不同 这真的实在是有经验的人 才会这样子做 所以你在美国只是初初的 看到他们自己家庭都做烘焙 对 我就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那么小 就会做蛋糕 会做甜点 因为他们家里面这些东西 就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对啊 然后祭餐他们都自己做 因为他们买起来也不方便嘛 方便是很方便 是喔 对... 要什么都有 可是每一个家庭里面已经习惯了 对... 那你后来有回来台湾有再去学吗 我是没有学 我的小孩有学 你是没有学 所以你是有天分耶 也不是啊 因为后来... 有做点心的天分耶 后来就... 也餐里慈祭的那个香机啊 香机 香机对啊 那甜点对啊 办活动就要需要甜点点心 对... 你就来承担 对 那也会跟一些师兄师姐 他们互相学习 差不多了 你娃娃厉害的 很厉害 然后还有你有出会到 那个社区大学的烘焙教学 去分享吗 没有 在有时候我们师姐要... 他们要我教的话 我会在我们那个大安的那个... 你们大安区的... 那个多功能教室 我会... 像大活动啊 他们要做很多甜点 是 我们就有一个甜点的team 你们甜点team 大家一起在那边做 就大家做 对... 哦... 对啊... 所以... 所以你看啊 每次办活动 其实那个人很多 不好意思 我看看可能那个契机 我只好用这样 可以吗 可以... 这是一样的 就地取材 对... 哦... 你看 这个年这样子 已经都这样 还是有那种天然的那个... 奶奶的味道 哦... 等一下它烤起来的时候 吃起来真的是 跟一般的那个外面的那个 比较不一样 然后这个土鳳梨的这个心啊 这是去买现成的还是做的 像我也曾经教过我们的师姐做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 对... 好... 这个比较费工了 对... 要花时间 花时间... 好... 那么如果是学会自己做 那当然就完全都是属于 自己做最天然的 对... 这样子捏捏捏捏捏 是... 大小 你要看每个人自己喜欢 好... 这也是可以做大的凤梨酥 也可以做那个... 迷你小凤梨酥 对... 像我有时候用手捏一捏 不用那个... 就不用模型 不用... 因为你的... 你的手已经不知道捏过 多少颗凤梨酥了 是还好 对... 其实... 这种人不是常在叫我们一门深入吗 如果光做这一样 做到变成专家嘛 很厉害耶 对不... 就不要贪心说去学别的了 那你... 而且你还会做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你各种的点心里面 最受欢迎的 最喜欢吃的是哪一样啊 核桃蔓叶莓饼干 光听就很好吃 光听就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对不对 对... 这样子把它揉一揉 对... 你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大小 不一定要什么型 它是很多样的 它就是可以... 看个人的喜好 初学的人 我们就是用那个饼干来入门 好... 那这一块是什么 也是已经揉好的 但是它的颜色会不一样的 它把它冰过的 好 这一点有... 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有点疑惑 有的是这样子说 做好以后要放冰箱 冰一下再来包 口感跟这个直接揉好的 会不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差一点 差一点怎么个差别在哪里 应该讲是这个会比较酥 这个现做的会比较硬一点一点 这样子喔 对... 我自己个人 我也是听人家讲说要冰一下 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冰一下 对... 它口感会比较酥 对... 酥的话可能会比较... 比较讨喜 因为你没有用任何的什么... 什么蓬松剂 什么八泡粉 什么小苏打 你完全是天然的 如果就是在冰箱冰一下 它的口感其实也跟那个... 放的那些东西差不了太多 对... 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吃... 那个辣辣辣辣 对... 好... 现在一般人会讲究是健康为主 对... 我觉得炳炳也好吃 炳炳也好吃 它也是有面粉的味道 反而比较好 比较...更有那种... 更香... 古早味也更香 对... 那像比如说 这样子一份一份做好之后 那烤的时候要脱模吗 要...要脱 要把它打开 我用一个深色的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好... 譬如说我们把它那个压好之后 我们就脱模了 对...就脱模了 对...就这样子 就这样一份一份的放在烤箱 对... 那我都会垫一个那个... 烘焙纸... 好...那烤的话要烤多久时间 看大小 它的厚度也有... 也有差 我烤这个的话应该... 对...差不多25分钟 低温吗 是...也...对 我们是用180度 可是烤箱有的也不一样 我会差10度左右 有的烤箱用170烤就可以的 好 像有的师姐讲说 他们家的烤箱 还要用200的也有 就是火力比较不太够 所以那个烤箱也... 可能我们自己要测试一下 对... 基本上就是烤多少分钟 10... 就是我讲 就是它有分它的厚度跟大小 好...那这个标准的厚度就是用 一般的话是180度 烤... 烤25分钟 25分钟 25 对... 好...所以重点就是说 我们烤箱温度不要过高 对... 它就没有办法烤透 对... 而且还会焦 对... 所以自己测试一下 那刚烤完以后拿出来 不要直接碰它 它会... 对... 它会输吗 它还没有定型吧 不会 因为这个天然的东西 就不会有那种 你讲的那种 会脆掉 会脆掉了 就不会 好... 所以说你看 完全用天然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很不一样 对... 然后这样一颗一颗烤完之后呢 我们就... 这里面有盒子做好 还可以送你喔 对... 你过年过去 好... 这个就是把它一份一份的包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包起来送人了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看 烤出来颜色 微金黄就可以了 微微黄不要焦了 对... 这个就是最天然的 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呢 就... 很好吃 还是... 好酥喔 是... 你这个面团是冰过吗 这个没冰 没有冰 对... 就像这样直接... 对... 有好就包的 对... 可是它的酥脆度已经很够了耶 好... 那是... 这个更好吃 那可能你的口感是适合... 适合这个的 对... 你看 刚刚那个过程 我们是不是已经学会到 用最天然健康的方式 最简单 来做这样子的点心 那这样子 自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友 吃得都开心 对... 对... 然后你又可以自己亲手做送 亲朋好友 而且还不太甜喔 重点在这里 对... 对... 因为我们都是少糖 少油 你看它也没有油 不油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我这么爱吃 你看 身材维持这么好 好 我不敢说好 但是就是... 比较健康 对... 好... 那现在就是说 爱吃没关系 对... 要吃得健康 好吃得最天然 对... 对... 感恩师姐 感恩您 感恩... 感恩... 再加入一半的低筋面粉 继续搅拌 打拌匀之后 再与另一半的面粉混合 用手揉捏至面团不沾手为止 将揉好的面团 分成适当的大小 重量约18克 并且搓成圆形 土凤梨馅分成适当大小的球状 重量约10克 包入面皮里面捏紧搓圆 再压制模型中定型 最后一入已经预热到180度C的烤箱中 烘烤约25分钟就可以了 来到终绍登陆 就像是来到台北最繁荣 而且时尚的地方 这边有好多的百货公司跟商店 想必这边的美食应该也是非常多 那该怎么选择呢 今天的点儿要为大家介绍一间 好吃而且平价的瘦心 赶紧跟着点儿的脚步 Follow me 佛园就是这一家了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欢迎光临 好 里面坐 位在忠孝东路 二一六项的这家小吃点 已经开15分钟 老板娘非常的亲切乐情 还跟我分享她做素食的神奇姻缘 我那时候卖三个多月的婚的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个机缘去拜拜 然后天上圣母她就跟我讲说 不能再卖婚的 叫我一定要改素食的 后来我就答应她 就改成素食的这样子 老板娘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珊瑚槽 那珊瑚槽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有胶原蛋白 有胶质 钙质 对骨头非常好 每天老板娘都会准备 将勤20道的小菜 供客人选择全部都是她自己制作的 她说当时要种植素食面线 大约花了10天的时间 就研究出美味的配方了 哇 有个厉害的啦 可见她真的是一位料理高手呢 老板娘坚持每天利用新鲜蔬菜熬煮高汤 可以增加清甜的滋味 然后再加入清蒸菇 竹笋 红面线之后 再以树肠来画龙点睛 我们的食材就是很天然的食材 客人就是他们吃出健康之后 而且吃出这个口味 他们会觉得说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子 另外啊 老板娘还跟我推荐一道小菜 就是凉拌珊瑚草 处理起来可真的是非常费工啊 第一道就是先洗完之后 洗完之后泡了三天以后 切一切再来洗 然后洗一洗 要再慢慢地洗 看它里面有没有一些草 或石头之类 慢慢地挑这样子 我本身自己做事情会比较无摸这样子 会多洗几道这样子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 我们自己本身要吃 客人也要吃 我们要给它吃得很安心 而且很健康 几乎每天都会来 几乎每天来 我最喜欢他们的小菜 因为种类很多 然后尤其是珊瑚草 就是腌得很入味 通常我最喜欢吃他们的小菜啦 还有那个什么泡菜 还有面线我也都很喜欢上 尤其是它的海燕窝 它那个海燕窝就是 主要的海燕窝部分是老板娘自己好的 也是用那个雪莲 然后还有那个雪饿 它里面有加那个椰浆跟鲜 就是还蛮爽口的这样子 来 小姐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海燕窝 请你品尝一下 什么 来到这里 除了可以吃碗滑溜顺口的面线 和精致美味的小菜外 还有甜点可以选择 这碗海燕窝 是用珊瑚草下去做成的珊瑚洞 然后再搭配 蜜好的芋头 莲子 雪耳 以及红枣 简直就是饭店等级的养生甜品嘛 看着老板娘这样滔滔不绝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 感觉得出来 她是真的非常乐在其中了 如今 她的女儿也会过来帮忙 希望她能够传承妈妈的好手艺 让这古早味在世上的东区里能持续下去 来吧 来吧 我先回来 快把幻 Щ的了解 si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